大家好,我是Dan 韩国国税厅最近对国民主持人 宇杰森进行了高强度的税务调查 但截止9月19号 并未发现任何与税务申报错误相关的嫌疑 也就是说 尽管宇杰森每年创造数十亿韩元的收入 但未出现故意漏税或投税的情况 而引起了韩网热议 9月19号根据媒体报道 首尔国税厅旗下的江南税务厅调查课 在今年6月至7月期间 针对宇杰森进行了为期属州的税务调查 这次的税务调查 是针对艺人等高收入者进行的定期税务检查 但对于宇杰森而言 因考虑到他最近用全额现金购买的 价值数百亿韩元的房产 国税厅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高强度税务调查 而国税厅不仅针对宇杰森购买的房产 还对他的高额出演费及经费处理等细项 进行了深入调查 但是非常惊人的是 尽管宇杰森接受了如此高强度的税务调查 但并未发现任何漏税等嫌疑 这与国税厅进行的非定期税务调查中 多位艺人被多次发现存在漏税等投税事实 形成了对比 韩国国税厅曾对艺人 在韩国有这样一句话 世界上没有拍了不出灰尘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次因为买了房子和土地的关系吧 因为金额太大 所以被调查了吧 听说税务调查通常会查得很彻底 如果真要挑小毛病的话 怎么样都能找到 但他那里什么都没查出来 这代表他真的是非常严格的在管理 一般人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也会出问题 还可能被罚款 但他真的管理得非常好 我之前做过相关的工作 听说宇杰森连可以认可的开支 都尽量不做费用处理 通常艺人们因为申报收入的实际问题 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 但他真的非常彻底的报税了 这点实在令人佩服 去这样对付那些政治人物或财阀 试试看呢 宇杰森能够在韩国演艺圈 长期登顶都是有理由的 总结一下就是 宇杰森就是 表大神